如何让你的特斯拉真正认识你是谁 虽然咱们的内饰看起来确实有些小毛皮 但这些该有的功能可是一样都没少啊 相信看完视频 你就能成功解锁这台大玩具 众多神秘的新玩法 新车主一定别忘了点赞收藏哦 就比如咱们蓝牙钥匙后边这个小人 都知道特斯拉的手机蓝牙钥匙 能助你实现无感解锁上车 同时蓝牙钥匙 又能同时绑定多台手机操作 而不同的驾驶员 一定又有着不同的座椅角度 驾驶习惯以及驾驶模式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在这里 切换不同的驾驶员设置对吧 但如果打开车锁 点击你蓝牙钥匙后边这个小人 从此你的座椅姿势 方向盘高低 后视镜角度以及驾驶模式等等一系列设置 都会与你的手机蓝牙钥匙绑定在一起 每次你上车踩下制动踏板 它都会根据你独一无二的手机蓝牙信号 来判定是谁来开车 从而这些专属于你的各项设置 都会通通调试好迎接你的到来 并且所有驾驶员还能共享一套便利进出的座椅角度 当你停车挂入P档解开安全带以后 它就会自动向后推动座椅并升起方向盘 给你一个方便上下车的位置 有了它 你还用担心女朋友开完车后 总是出现这种尴尬情况吗 但作为一台智能汽车 这些功能其实仅仅是它该有的基本操作 还有双机开启AP辅助驾驶时 在下波档杆并停留一秒钟 它就能帮你自动切换质本路段的最高限速 甚至不少刚刚提车的小伙伴 为了摆脱后排安全带的提示音 居然还在这样操作 其实我们只需要点一下 就能关闭这个咚咚的提示音了 但前排可关不了啊 诶对了 别忘了也考考你身边开特斯拉的小伙伴 是否都知道这些功能啊 关注小一 下期聊聊特斯拉主动安全的必要出发条件